这场反而会让我真的很有感触 让最后一场真的放声大哭 忏悔 然后现在是一个可爱的小菩萨 在演艺父母恩仲南报经中 饰演逆子的李志源让他深深有感 年少轻狂的日子里他抽烟 喝酒 吃槟榔 而改过之后呢 从事人生要做父母的好榜样 更发愿身体力行要孝顺父母 而农历七月这段时光除了是吉祥月 也是意义深远的孝庆月